那我們要講Python 要繼續講它的曲線 我們就回來講一下這個 Python 這種語言跟其他語言的不同地方 那這個語言跟其他語言 有一個很大不一樣的地方叫做 一個叫 Compile Language 然後一種叫 Interpreted 就是被翻直譯式的 然後這個叫編譯式 編譯器 直譯器 編就是編一本字典的那個編 然後譯是翻譯的譯 然後 Interpreted 就是直譯 就是直接翻譯 那這兩個東西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這種編譯式的它的開發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而我是這種直譯式的它開發速度會很快 那這差在哪邊是因為這種 直譯式的 程式語言啊你在開發的時候比較容易出錯 然後找問題的話程式可以一行一行慢慢執行 直到它執行到出了錯才會停下來 那如果是編譯式的話 你可能要程式都要完全寫對 然後編譯完才能執行 所以這邊是可以 有點像是邊做邊且戰且走的感覺 所以這邊在開發會比較快 那執行的話 就是你程式寫好了 然後真的要拿來執行 比如說你在做一個遊戲的話 你可能要用編譯式的語言 因為你在開發的時間花比較久 因為你在開發的時間花比較久 但是相對的 程式真的在執行的時候 這個編譯式的語言會比較快 然後難度就是上 像容不容易上手 當然是這個比較簡單 然後像這個C++的話 這種編譯式的語言會比較難 比較難的原因就是有可能我說的 你程式要完全都寫對 才能真正的跑出第一個結果 那這種直譯式的語言有一些例子啊 像是Python或是R或是MetLab 那這些語言都是 它可以一直一直跑 就算你程式中間有寫錯也沒關係 還是可以執行 只是跑到那邊的時候它才會壞掉 那通常這種程式語言 它跑到那裡壞掉的時候 就是你可能某個地方壞了 其實你之前留下來的記憶它都還在 你前面的變數的值是多少或什麼 它都會留得好好的 那如果是C啊C++ 你跑到一半壞掉了 可能就是作業系統會跳出一個 跳出一個警告視窗 那你就只能按確定 然後你所有的那些變數的資料 就全部都不見了 所以這邊是這兩種語言他們的差異 那他們還有一個比較 資工系的人去看這個的差異的話 就是在比較這個Machine Code 機器碼 就是機器語言是什麼時候產生的 那如果是Compile Language就是 你是在執行的時候之前 就是這種這種語言 它的機器碼是在程式執行以前就已經產生好了 所以它會跟你的機器有關係 比如說你在 你在Windows上的執行檔 和在Mac上的執行檔 他們會內容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它在執行以前 執行檔 我剛剛講的是執行檔 所以它在執行以前 它就已經把機器碼把它產生好 所以它會對不一樣的機器 會產生不一樣的機器碼 那但是如果是這種直譯式語言的話 它的檔案就是那個 就是我們看到那些 我們寫的那些東西 它不會被翻譯 所以在執行的時候 它是直接看到那個東西 直接去翻譯 把它翻譯成那個機器碼 這樣我聽得懂嗎 機器碼就是010101 那種一長串的東西 是給電腦看的 然後原始碼就是我們寫的 比如說A等於5 B等於6 然後A加B 這些東西 這是原始碼 然後如果是compile的語言的話 就是它 你剛剛寫的那些事情 在執行以前 會先被變成那些0011的機器碼 那那些翻譯過去的過程 會depend on你的 你的作業系統是哪一類的 所以會有不一樣 變出來的機器碼 那如果是直譯式語言 就是你在執行的時候 直譯式語言 就是Python 它有一個直譯器 然後也會有一種直譯器 然後manlab 也會有一種直譯器 所以那個是 在執行的時候 它才會馬上看一下你的原始碼 是A等於5 然後把它翻譯成 那一台機器要用的語言 可以嗎 現在這樣講有沒有問題 就是每一種不一樣的作業系統 可能會對應到不一樣的機器 機器碼就對了 那直譯式的話就是你真的在執行的時候 它才看那個原始碼是什麼 然後才把它一行一行翻譯 所以在執行的時候 你的那個直譯器要 要去翻譯那個 把那個原始碼翻譯成機器語言 對不對 所以它會多花一點時間 所以它的執行速度會比較慢一點 這樣可以想像嗎 直譯器是 直譯式語言 就是你在執行的時候才翻譯 所以就要執行要花比較久 這樣 這邊這樣有沒有問題 那我這樣講的話 你可不可以猜一下 哪一個語言是可以跨平台 就是你把它編譯好 把它寫好以後 然後它可以跨平台 比較容易跨過去 為什麼 對 最主要就是它在執行的時候才翻譯 所以你在執行的時候 已經是站在那台作業系統上執行 所以就比較可以跨平台去使用 那還有一種語言是比較特別 是介在這兩個中間 像Java 它叫做部分編譯的語言 所以它編譯編一半 所以它編了一半以後再去做其他的 但是在執行的時候才會再去往右邊那邊跑 但是你現在不用管那個東西 到這邊可以嗎 那另外還有一種比較的方法就是 你在寫程式的時候 有一種寫法叫script 然後一種叫interactive 這我在影片裡面有講過 script是什麼 就是你先把東西一行一行都寫好 然後一口氣把它執行過去 然後interactive mode就是 你寫一行然後按enter 你寫一行按enter 然後最後 你每按一次它都會有一個response 這邊有印象吧 所以你要是在寫 那個code academy出問題的話 你其實是可以用這個interactive mode去執行 那個程式 你就把它整個複製下來 然後一行一行貼過去執行 所以你要是執行到一半的時候發現它出問題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你那一行到底有沒有答錯 然後或者是你想要回去確認一下某個變數的值是多少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把右邊那個interactive mode去看 啊這個interactive mode要怎麼產生 怎麼叫出來 那個 陳鈺亭還是陳鈺 應該知道吧 就是interactive mode要怎麼叫出來 在就是你裝好python的時候 蛤很少用 蛤很少用 啊不知道 code academy不算啊 因為它是直接貼上去然後就整個都跑過去啦 code academy是算左邊的吧對不對 那interactive mode應該就是打那個idle 知道嗎 有印象嗎 有印象嗎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很奇怪 進去 對 我們跟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是有在這一次 在這一次 我們會放在那裡 我們來做這個位置 看著了 這個位置 大部分都有80分以上 就是你把這打開啊然後 你裝好python以後不是會有這個資料夾嗎 然後這個就是interactive mode 所以你點這個以後 進去的話你就可以打a等b 所以這樣子就是一行就做完 然後你再按a的話你就可以問他a是多少 這是interactive mode 然後你在除錯的時候你就可以用這個東西 一行一行打 所以拿一行出了問題以後就可以比較快發現 剛剛那邊沒有問題吧 然後這邊複習一下就是python有哪些變數形態 它會有像這種你可以把一個變數 然後assign成一個一個常數 a等於5像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把一個變數 然後把它assign成某一個變數 所以你現在做完這個a等於5以後 再做這個以後s會變多少 就是s會去查a是多少 然後再把這個值帶進來 那s1呢 就是 啊 是一個字母嗎對不對 它不是它不會是5啊 它是會 會是一個字母 這個因為它被引號掛起來 然後s2也是它是一個字串 然後字母和字串你可以用兩種方法表示 一個是用單一號一個是雙一號 然後如果這樣再做a等於3會怎麼樣 剛剛這樣一路這樣做下來 然後最後做a等於3的話 欸會變多少 3 3 對啊 那如果再做下一個就是b等於3.0 就是 就弄了一個新的變數的話叫b等於3.0 然後python的話它有一個特性是 你要用一個變數的話不用先宣告 所以你就直接拿來用就好 那如果是c或c++的話你就要先宣告那個 有一個那個東西 然後你才去用它 那python好處就是你都不用管它 那這也是一個缺點 因為你有時候會不小心把 你以前用過的變數把它蓋掉 所以這種時候你在取名字的時候就要小心 就是你在取名字的時候不要用什麼s啊 a啊就是很簡單一個英文字母 你要用一點有意義的名字 比如說human 就不要用h 就是你要用有一點長的東西 這樣才不容易互相蓋來蓋去 然後python有一些那個特別的 資料型態 啊這兩個是比較常見的就是整數 所以它是全名是integer 但是通常都會叫int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integer可能是任意的整數都可以 然後我們之前有試過它可以到很大很大很大 都不會爆掉 有印象嗎 我有寫過一個小程式在這裡跑 你可以一直把它加一千加一千它還是會存在 然後如果是float的話 float是怎麼樣 它會是一個浮點數 那浮點數它是會 就是可以表示小數點的東西 然後python還有一個叫做string 這個也是它原生的資料型態 然後string就是可以用單一號或雙一號刮起來 就是string 然後 這三個 list還有tuple還有dictionary 這三個是非常有用的那個 資料結構 然後是python它 就是它本來內建這個語言就有這個功能 所以 你到時候學到這個第九 section 第九關的時候 你就會學到它 然後這個是那個有做到第九關的人 所以你可以 有沒有人要解釋一下 什麼是list 然後什麼是dictionary 做到第九關的人 陳婷玉 嗯? 不行 你不是做到百分之百啊 可以嗎?不知道 好 呃 講給大家聽 王正威沒有來嗎? 鄭玉冰呢? 鄭玉冰沒有來 那下一個那個陳怡傑 好氣啊 這麼丟臉 庄永如欸 庄永如欸 庄永如 這一個 什麼是list 然後什麼是dictionary 有沒有印象 應該 list 它其實就是一串一串的東西串在一起啊 所以你一個list裡面可以很多個字串放在一個list裡面 那這個list就是像一個清單嘛 所以你把一些東西放在一個清單裡面 它就是一個資料結構 它們是放了一串 然後dictionary就是一個字典 字典就是你插一個單字然後它會對應到一個解釋 所以這個dictionary就是 它會像是一個 它會有一個key 然後會對應到一個value 然後key就是那個單字 然後value就是那個單字的解釋 可以這樣想 然後或者是說 現在在做一個統計 就是每一個人名出現的 每一個性好了 每一個性它出現的次數有多少 所以 這個dictionary可以是 它的key就是大家的性 比如說姓黃啊姓謝啊 或什麼 然後它的value就會是 姓黃的那個人然後有幾個 然後姓謝的那個人有幾個 就是這樣 然後它key和value就是這樣 然後這個你到時候第九章會學到 然後這邊有一些是 python2和c++會讓你 不小心踩到的陷阱 那第一個 最常見的陷阱就是這個 你把 你打15除以100 然後答案不會是0.15 所以如果你在python2或是c 或是c++ 做這件事情的話 答案會是0 那如果你是在python3的話 會是0.15 這個 如果你裝的是python3的話 你就會發現這個不一樣 然後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要用python3 比較好 因為它比較 比較合乎那個直覺 可惜那個code academy是用python2 那會出現這個原因 會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 是因為那個 cpu它在算一個 在算小數啊或者是 整數的加減法的時候 它是有不一樣的電路去負責的 就是它有一個地方是專門 處理整數 有一個地方專門處理浮點數 所以 你如果是在做整數的加減法的話 它當然要把那個東西丟給 處理整數的專家來做 然後如果是要做小數的運算 也是會把它丟給小數的專家來做 所以這兩種的話 他們會對應到不一樣的組合語言的指令 組合語言就是跟機器人非常非常像 他們就是非常低階的語言 他們只能處理 兩個東西的相加啊 兩個東西相減 或兩個東西的相處 而且那兩個東西通常都會是 要是同樣的 兩個東西 比如說整數和整數的運算 小數和小數的運算 通常不會有什麼整數和小數的運算 這樣的東西 所以 你那個 你這個原始碼在這邊寫15除100的時候 它會一路一路一直翻譯 然後翻譯到最後跑到 組合語言那個層面上 所以最後你的直譯器會決定說 你現在這個數字要用 要用小數的加法來做 還是要用整數的加法來做 你的翻譯 編譯器或是直譯器會決定這件事情 所以最基本 最好的方法當然是 如果我看到有整數 然後右邊又是整數的話 那我最後就是 我就選整數和整數的那個 的指令來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是整數和整數的 的運算的這種指令的話 它通常出來也要是整數 應該很合理吧 整數和整數去做加減的話 應該最後還是會是整數 所以這邊會有一些 這個是設計上的想法 以前這樣一路就是設計下來 所以最後到現在還是會有這種情況 就是15除以100會等於0 那這個是設計上的問題 雖然是可以改 但是因為以前的程式就是 有時候會用一種特別的方法 所以它要判斷說 比如說它判斷15有沒有小於100 它就直接用這樣15除以100 然後它就可以用這個 最後答案是0還是1 那如果A是100以上的數字 它就除以100會是1點多 對嗎 所以那個東西就不會是0 所以它就可以比較A的大小 那以前有些人程式 可能偷然會這樣寫 所以你現在如果把這個語言的 標準改變的話 以前程式會變成 可能會出現問題 所以這是歷史的包袱 就一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不會再改動 所以這個就是會自動變成0 這裡有沒有問題 可不可以 有問題 趕快問我 我再講一遍 可以嗎 然後有一種東西叫做casting casting就是說 你想要把一個 符點數 然後用一個整數來表示的話 它會發生的事情 而且像這樣就是 在Python裡面 你要casting一個數字 會變這樣 所以你要是打int 然後括號0.15 它最後的答案就會是0 因為它想要把0.15 用轉成int 轉成正數 那這個東西它就是 直接會把那個 小數點以後的東西 全部丟掉 所以0.9 你用int 然後括號0.9 它的答案還是會0 不會變 不會是1 它不是四捨無路 然後這個東西跑出來 就會是一個整數了 然後這邊是在講說 為什麼剛剛那個整數 就是整數和整數去運算以後 最後會是整數 因為它希望最後的東西原本是 就是 剛才我們講說整數和整數運算應該就要是整數 對不對 這是我們想要做到的 一個目標 所以 雖然前面這個整數乘以整數是15除以100 然後它最後其實會一開始是0.15 就是剛開始那個答案回來的時候是拿到一個0.15的答案 但是我們為了要符合這個標準 就是整數和整數的運算最後要是整數 所以它會再把0.15把它cast 就是把它轉換成int 所以0.15 這個東西去弄出來其實原本是0.15 但是它其實最後會再去做int 括號0.15這件事情 所以這邊到最後這個答案會是0 不會是0.15 可以懂嗎 原本是有0.15這個數字跑出來的 只是因為符合 為了要符合那個規定 所以最後它會再重新再處理一遍 所以會再變0 Python會做這件事情 所以你在寫Python的話要小心的事情就是 如果你要做這種處法的話 如果你要這個東西等於0.15要怎麼做 你在Python2的時候 如果直接打的話答案會是0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樣讓它變成0.15 走 前面 因為我們剛才有說整數和整數的運算會是整數 所以什麼東西和什麼東西的運算會是小數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東西變成小數小數 所以你可以把它加一個點0 所以15.0除以100.0的話 你拿到的答案就會是0.15 那時候你的編譯器看到那個東西它就會發現 我現在是在做小數之間的運算 所以它就會把 它用的指令就會換一個 它就不會用那個整數版本的指令 它就會去拿小數的版本來做 所以它最後出來的東西就會是小數和小數 然後最後會是小數 所以你想要 產生這個好的結果的話 就是在這邊加一個點0就好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比較 比較自動的方法 比較自動的方法就是 其實你不需要打兩個都要把它十大小數 其實只要一個是有小數點就好 因為只要一個是小數一個是整數 不管是誰在前面誰在後面 只要其中一個是小數 你的編譯器就會發現 你現在實際是要跟小數運算 所以它會把整數先轉換成小數以後 就是它會做後面那樣的運算 就是15.0除以100.0 所以它會一樣會去呼叫那個 計算小數的指令 所以到最後你只要加其中一個點0 然後最後就會變成小數版本的出發 答案就是你想要的哪一種結果 好那我們休息一下吧 好我們繼續往下上 人剩一半而已 好 再複習一下就是像這個operator 有哪些運算啊 比較要注意的就是像處罰 會發生我剛剛說的那個小數整數的問題 這邊可能會比較容易出錯 然後等於等於還有等於 這兩個是不是也是比較容易搞混 所以如果只有兩個等於的話 有兩個等於的話是在比較 它們有沒有相等 而如果只有一個等於的話 是把它assign 就是把左邊的值變成右邊的那個值 所以A等於5的話 會變讓A就是值會變成5 那如果你是打A等於等於5的話 會不會變成判斷A跟5 A的值是不是5 這兩件是等於等於和等於是不一樣的 然後not not not是 就是把它反過來 所以原本 如果你打not true 答案就會是false 這邊應該是 以前你有做的話應該都知道 然後is是比較特別 就是以後要用到物件的 就是它有一個叫物件導向的東西 如果用is的話 它就會判斷這兩個是不是同一個東西 不是判斷它們一不一樣 這不太一樣的概念 但以後可能會用到 然後這邊大家有問題嗎 然後 你可以自己去試一下 就是 如果你打上面這個A等於1 B等於2 C等於3 那樣一直打下來的話 然後如果是做這些A加X 然後等於等於B加Y 所以這個會 答案會是什麼 A是1 然後X是-1 所以這邊是0 然後B是2 Y是-2 所以這邊也是0 所以這個東西答案會是true 對吧 然後B的 Z次方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會是2的 -2次方 所以是0.25 可以嗎 然後C除以BA C除以BA C除以BA是3除以2 所以這答案會是什麼 在python2的話 A 多少 1...1吧 對不對 那個.5會被敲掉 C除以Y 正數去除以負數 這我忘記是-1還-2 這個社會有時候會出問題喔 就是一個正的去除一個負的時候 因為你在做那個除法的時候不是會有種 就是以前在做高中數學 你會是A除以B然後其實是會等於PQ加R 有印象嗎 所以你要寫成A除以B的那個方法 它其實會寫成商除上 商乘以除數然後加漁數 然後漁數有時候規定是正的 然後有時候規定是可以是負的 所以那邊會根據著不一樣的語言 會有不一樣的行為 然後Python它也是有特定的行為 所以你在處理負數的時候也要小心一點 它可能會出現預期之外的情況 但如果你用Python3就沒差 它就好像是把負號提出來 然後兩個數字相除 然後再把負號加回去 這裡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這邊的答案可能會出來的結果 會根據你的語言的定義會有不一樣 所以這邊要碰到這個除法 除以負號的時候就要小心 然後最後這個C除以Z 也是很類似就是 如果它是除以一個小數的話會怎麼樣 這個比較好啦 因為它就會把它變成小數和小數 所以這很明顯就是負的1.5 那如果是這個整數就要小心一點 然後我們現在要正式講一下這個Function大概要怎麼用 Function通常它會寫成這樣 就是你在呼叫一個函數的時候 你會有一個 這是你要呼叫的函數 所以你會寫在這邊 然後這個後面是你要傳進去的參數 比如說你要算最大值好了 那你要就是會給它一大堆數字放在裡面 那你最後這個Function就會回復這些數字的最大值 那這個最後的值就會傳回這邊 ReturnValue 所以這邊如果寫A等於SomeFunction的話 那A就會儲存那個函數它做完的結果 它就會把它放到這邊去 所以你在用一個Function的時候就是這樣子用 所以以這個來說 這邊如果你打MAX然後裡面傳124253的話 它這邊它最後就會把它丟到左邊來 那如果你左邊什麼都沒有的話 就是如果你直接打就是MAX然後後面那一串 那會發生什麼事 就是你如果只打那個MAX1234253 左邊不打任何東西 我試試看 如果直接這樣打的話 因為現在是Interactive Mode 所以它會把這個東西的回傳的結果把它丟出來 所以其實這邊會 它其實會丟出一個3 但這個3它不會有3一個任何東西 就好像你現在打了一個3一樣 你現在打3的話 按Enter它也會有一個3 你執行完這個函數 它就好像把3排名字墊然後再按Enter 下面的話 你打一堂這個就是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因為它算出一個3然後就丟掉 它也不會把它印出來 那如果你是打 寫說A等於這樣的話 那最後你這個執行完應該就是會有 會是什麼 會是什麼 會有什麼情況 A會是多少 A是3嗎 因為這個東西會是3啊 然後 所以這個東西做完以後 就會變A等於3 所以你在做A等於3以後 A就是3 所以這時候A就會是3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在做下面這一行 這是一模一樣 所以這個 這一行做完以後A就會是5 對不對 因為右邊這個Max這個東西會是5 然後A是 A就是等於5 那如果是下面這個B勒 B會是怎麼樣 9嘛對不對 因為你這邊是正1-1會消掉 然後這個Function叫做sum 所以這東西是把裡面的東西加起來 所以這個是 A剛剛已經說是5了 所以B就會是等於9 所以printB就會答應是9 所以要用一個Function就是這樣子用 那Function其實有很多種啊 可能是像這種 很簡單就是sum summation的Function 那它 它裡面就需要一個Input 然後現在如果你的Input是1234 那它的輸出就是10 像這種就是答案是 輸入是一個 一些整數 然後輸出也是一個整數 這樣子 這樣的Function 然後有一些Function叫 像Average 是平均 算平均 所以如果你是一樣的東西 一樣的輸入 但是丟到不一樣的Function Function是一個黑盒子 對不對 所以你丟到不一樣的盒子裡面 它會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以這個來說 它就會產生的是平均 然後剛剛這個 它產生的就是它的綜合 所以一樣的輸入 會有不一樣的輸出 但是就是看你那個Function 是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也有可能是這個 你的Function有可能是 輸入一個字串 然後把它加密 然後這個加密的方法 是什麼 猜得出來嗎 猜得出來嗎 往後移 嗯 就是把它 大家都往後移兩個 就好 那 所以這個Function 它是輸入是什麼 是哪樣 哪一種資料 剛剛是輸入一些數字 然後像這種就是輸入一個 自傳 然後輸出也是自傳 那它是反過來的 然後有一種 函數叫做Nested 就是 潮狀一層一層 一層包一層的函數 那它用法有點像是 就是這樣子做的 你要是把 先把這個東西寫在裡面 然後在外面再包一層 所以剛才 剛才我們已經先講了 這個 Encrypt Encrypt它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一個自傳加密 所以你現在做完這個裡面 這一個 Encrypt ABC 的話 其實它做完這個以後答案會是什麼 你剛剛我講的例子來說 蛤 沒有 做完裡面而已 對 做完裡面的這邊就是CDE 然後CDE 它會被丟到這個 Decrypt裡面 所以它 在做完這個外面這一圈以後 答案又會是 回到 ABC 所以它這個 它的執行的順序會是 裡面的函數要先做 對不對 裡面的啊 裡面是這個 被包在最多掛號的那個東西 所以這裡面會被先被做掉 然後它做完以後 它的結果就會是 X X就是 剛剛我們說的CDE 然後現在在 X 大概會被當成外面這個東西的輸入 所以你就會變成 Decrypt CDE這樣 這邊有沒有問題 你函數要是要好幾層的話 會先從裡面開始做 然後裡面做完的答案會是外面那個東西的輸出 那這畫成圖就是像這樣 所以如果你是 ABC 的話 它會先丟成這樣 丟進來這個裡面 所以它答案會是CDE 然後CDE其實是 Decrypt的 Input 然後這個 Input 再丟到這裡面的話 當然就變成 ABC 這邊應該很簡單吧 人家寫很多層的話就會這樣寫 那通常你不會寫到太多層 可能就是寫個兩層就很 就可能會讓你的程式開始亂掉 所以你要寫這種東西就是 所以你要寫這種東西就是 自己要知道 寫太多層會 寫是對你不好 然後這個是 這種 Function 它的輸入是怎麼樣 是一個字串 然後它的輸出是一個 整數 所以像這樣這種 Function 它就變成是 輸入和輸出是不一樣類型的資料 所以 Function 它沒有規定說 輸入和輸出是同一種 它也可以是不一樣的資料混在一起 可以嗎 輸入輸出沒有規定 那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比如說你這個輸入是 門口和台機 你的 Function 名字叫距離 那這個 Function 它做的事情 就不會是這麼單純 就是說看這兩個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它可能要去查一個地圖 那地圖可能就是藏在 Function 裡面 那這時候它的 Function 就去看說 這學校的地圖 然後從門口走到台機關的距離是多少 然後最後也是 return 一個答案出來 那這種 Function 就是比較複雜 那我這在幹嘛 哦 你的輸入其實可以是空的 不一定要有輸入 然後以這個來說 這個有一個 Function 它叫 today 然後它的輸入就是空的 因為其實是不需要知道今天是哪一天 它就應該要可以告訴你今天是哪一天 Python 第三關還是第幾關是不是有這個 Now 還是什麼東西 可以印出你現在的日期時間 的 Function 然後它就是這一類 就是你的 Input 是空的 但是它還是會有一個 Output 然後這個是 也是另外一種 就是你來偷錢 然後它會看你有多少錢 然後號碼你按了幾號 那這兩個東西丟給販賣機 販賣機也是一樣一個黑盒子的東西 它真的是一個黑盒子嗎 你不知道它裡面做什麼 但是你 你投了錢然後你按了號碼 你就會拿到你要的東西 你不用管它裡面是怎麼運作的 那這個就是 這也是一種 Function 那如果你要命名一個 你要把 Function 命名到一個好一點的話 通常會需要一個動詞 然後配上一個名詞 因為 Function 就是要做一些事情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一些事情 通常就要找一個動詞來用 然後名詞通常就是 某一個東西 你要對什麼東西做 做那件事情 所以你可能就要用一些英文的 簡單單字把它組合在一起 然後組合方法可能就會是 通常會是 第一個都是小寫 第一個字母就是小寫 然後這是一個單字對不對 Is that open 所以這個 T 就會大寫 然後 O 也會大寫 所以它會把所有的單字 黏在一起 然後把空間空的都去掉 那去掉以後就是把 原本該有空間空間的地方變成大型 這樣就會比較容易變別出來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名字 應該都知道這個 Function 在幹嘛 對不對 這應該就是會拿到一個名字 雖然你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名字 就是可以知道它是在幹嘛 那它一定會比 你用一個什麼 A 啊 或是 A B C 這種 什麼都不知道的名字 還要來得好 可以嗎 就是你在取 Function 的名字 要取好一點 然後像這個 Sum 啊 Average 就是一看就知道它在幹嘛 然後後面有一些像是 Print Open Convert 這個也是 你看到名字你就要知道 應該就猜得出來是什麼 然後這邊是變數 變數的話也會想說 也是會用這種方法 就是第一個小寫 然後碰到中間要分開的話就是大型 變數不能中間空格嗎 對不對 變數中間不可以有空格 然後像這個也是 或是你要用底線來取代空格也可以 所以這邊大概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邊講一個 就是真正的黑盒子 就是有一個叫做 Mechanical Turk 的東西 然後這個東西是一個 古時候的人 他 就是有一個人他宣稱 他發明一個自動下西洋系的機器 然後這個機器裡面其實裡面有躲了一個人 就是他躲在這個盒子 這個盒子裡面 然後這個盒子裡面有鏡子啊或什麼 所以讓人家檢查的時候要打開來看 就是看到裡面好像都是痴亂還是什麼的東西 所以他就這樣騙了很多個那個 王室的人 然後結果好像騙了好幾十年吧 然後才那個最後賣出去的時候還被人家發現 然後這也是一個黑盒子 就是其實你根本不用管裡面是怎麼做 但是最後就是這個東西會下棋 然後其實他裡面躲了一個很厲害的騎士這樣 那後來就是Amazon就是亞馬遜他們發 就是用這個東西來當作一個商品的名字 然後叫做M Turk Mechanical Turk 的縮寫 然後他他在做的事情就是說 你現在比如說 有什麼工作 就是你不太想做的工作好了 比如說改考卷 你現在有 你現在有標準答案 然後還有很多人的掃描的考卷好了 那你不想要自己改 你可以把它丟給那個第三世界的國家 啊或者是那個打寶物啊 就是你在玩線上遊戲要去點 要去打什麼東西的話 你不想要自己點 你是不是可以去把它外包給其他人做 就是你覺得很麻煩的做 或是打驗證嗎 那這個東西叫做Amazon Mechanical Turk 你可以把你的工作把它包裝好 然後包裝好以後 你就把它發包給那些第三世界 比如說印度啊 或者是 或者哪裡 俄羅斯 就是那種比較鄉下的地方 那他們就會 上網去幫你做這件工作 那你可以 可以用很便宜的價錢去 買到他們的勞力 然後Amazon他就是負責中間的那個 仲介這樣 所以一邊的 就是如果是你是付錢的話 你就可以拿到 拿到你要的結果 然後如果你是那個 你是那個第三世界人 你想要賺點錢 就是去幫人家做這件事情 那你就可以賺到錢 所以這邊 這是題外話講到那個 Mechanical Turk想到了 好 講完了 講完了 阿弥